耶稣最后一周,由星期一到星期三 他和耶路撒冷的宗教权贵发生了很多争议 这些人是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文士和祭司都是腐败贪权的人 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挑战适当耶稣 耶稣却以智慧回答他们每一个的试探 最后在路加福音20章40节告诉我们 没有人敢问他问题了 现在来到星期四,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 逾越节晚餐是纪念上帝用羔羊的血 救赎他的子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 和他们立约 星期四晚上,耶稣和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上城 西边的某个地方的大屋里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 圣经记载他们在上楼防守逾越节晚餐 那里应该有一张较低三边成为U型的桌子 叫Triclinium 是第一世纪犹太人采用的罗马餐桌风格 U型桌子的三面各自放了我们所谓的沙发 中间空位是普人服饰的地方 客人将倾斜地握在左侧面,用右手吃饭 每个人都靠着另一位客人的胸口前 脚向外伸 普人可以为客人洗脚 主人坐在左边 他的左边是贵宾位 右边是另一位的朋友 或者是全家最年轻的成员 其他客人会坐在三卧桌的周围 由最重要的客人排到最卑微 最靠近门口的位置 约翰福音有这样的图画 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说 有一门徒是耶稣所爱的 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 这可能就是使徒约翰 他握在耶稣的右边 二十五节形容 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 主啊,出卖你的是谁呢? 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 我占柄给谁 那个就是出卖我的门徒 耶稣占了饼 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 显然耶稣和犹大是共用同一个碗 这图画让我们看见 即使耶稣知道犹大会很快背叛他 他仍然把他当作他的好朋友 给犹大最后悔改的机会 但是犹大吃完饼后 撒旦进入了他的心 他就离开了房间 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西门彼得要向约翰示意 叫他问身边的耶稣 谁是背叛者 这表示彼得是在约翰的对面 他不能亲自问耶稣 所以他是坐在山卧桌最卑微的位置 难怪在最后晚餐 门徒争夺王国最大的位置 Triclinium代表罗马帝国的阶级观念 但是耶稣教导门徒 尤其是彼得 做领导就要先做仆人 约翰福音十三章描述 耶稣亲自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着手巾缩腰 把水倒在棚里 为门徒洗脚 主耶稣他甘愿做众能的仆人 洗脚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他在十字架上倾倒的 不是水 而是他的生命 来救赎像你和我这样的罪人 耶稣拿起饼和杯 附上新的意义 他说 饼是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身体 杯代表他利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胜 耶稣说 他自己才是神完美的逾越节羔羊 用他自己的血救我们脱离死亡和罪恶 逾越节晚餐结束后 耶稣和门徒离开了 来到橄榄山脚下 名叫克西玛尼园的地方 克西玛尼是两个字结合出来的 克的意思是油压 西玛尼是shimen 就是橄榄油 这地方是压橄榄油的 也是种橄榄树的原子 橄榄要被种压破烂 才能产生有生命的油 好像代表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会受重压 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选择了死亡 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生命 路加福音22章形容 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祷告 父啊 你若愿意求你把这苦杯拿走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祈祷时受到极大的压力 汉诸中甚至有血在当中 在克西玛尼园 我们看到主怎么样爱你和我 约翰福音13章 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么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